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季度 到底英国人夺不屑美国枪美式英文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报道 这报道说的是一个反正英国的父母妈妈 那她发现Netflix有一个hack 这个hack就是可以让小朋友 不要一直被Netflix上面的美国秀 洗脑洗语言洗他们的枪 那这个hack是什么呢 就是她可以把它转成英式发音 就转成英式发音 他们就觉得舒服多你知道吗 那下面真的有人在批评说 我的小孩子现在讲的是美式英文 我超不爽 I'm sick of it 他们觉得恶心 这么严重 所以标题读一下 Mom reveals Netflix hack for British parents who are sick of their kids speaking with American accent 呀真的 所以一个妈妈揭露出 显示出一个Netflix的hack hack这个字就是骇客的那个骇 那我电脑被害了或之类的 可是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小技巧 像有时候我们说 啊有些生活小知识 像我曾经看过有人把衣架或者叉子 拿来做各种不同的有趣用途 那那个我们称为Life hack 所以我这里讲一个词 就叫Life hack OK 就是那种生活小达人 可以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创造出很多额外你想象不到的功能 So this is a new life hack 好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它介绍一个Netflix的hack 给谁呢 给这个British parents 所以英国的父母 什么样的英国父母 就已经觉得对这件事情感到恶心厌倦的父母 什么事 所以用一个who的形容词字句来说 So for British parents who are sick of their kids 所以他们对孩子们感到恶心 孩子怎么认呢 Speaking with American accents 所以孩子们的受词 后来一个受词补语 就说着美国口音的孩子们 所以他们父母已经感 这些父母感到已经超级厌烦厌倦了 来看一下下面的内文 所以这里说British parents are fed up with their children speaking in American accents 所以they are fed up with something 所以be fed up with 这个的意思就是你实在已经受够了 Fed这个词是feed这个词的过去分词 feed就是胃 胃养的胃 所以他们已经被这个东西给胃薄了 所以就是很不想再忍下去了 So they are fed up with it 例如说我已经忍不住你的坏脾气了 I am so fed up with your temper 大家可以这样的说 Fed up with 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 children speaking in American accents 那Netflix呢 就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So this Netflix tool 一个工具 所以当 When kids are still developing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ey can be influenced by all matters of speech 所以这里补充一下为什么 所以当小朋友还在发展了语言能力的时候 When kids are still developing their language skills 他们可以被各种不同的东西给影响到 They can be influenced by all matters of speech 各种跟speech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表示 That means Every time they tune into a TV show The characters are shaping how they speak 所以每次他们转到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这些角色都在塑形着他们怎么讲话 这很合理 我小时候也是听那种录音带的 那什么录音带 讲故事的录音带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内容说实在还记不起来 可是我就记得它那个语气 就一个女生的声音说 小兔子有一天什么什么怎样 就类似这样子 So that actually helped shape how I spoke how I speak now 我觉得有啦 或许 好所以总之 它就有一个setting So did you know this one already I think it's so cool 所以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这很酷 The Netflix have revoiced a bunch of their cartoons in British English 这个revoiced的意思就是 重新配音 换一个词就是dub OK 所以这边有一个 English dubs to British dubs 所以是dub的意思 重新配音这样子 然后你只要去audio跟subtitle Audio OK 有音声音上的东西 subtitle的意思是字幕 然后你只要选择 British English Instead of American 就没问题了 So if you opt for 所以这个opt for的意思 就是选择做什么事 它就是option这个字的动词 So you can opt for 一个名词 你也可以后面加不定词 So you can opt to do something 所以可以加不定词在后面 那我特别想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option这个字 我不知道同学对它的理解程度够不够 因为你可能会以为它就是选项 这样子 那choice这个字 我相信你也知道 它不就是选择吗 那选项跟选择有差吗 你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你的choice 这件事情是你的option 有差吗 当然是真的有的 来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你 说给你听 假设今天 你是个女生 你目前有两个男生对你不错 那你对男生A感觉比较好 对男生B普通 那今天情人节到了 你先问男生A 今天有没有空 那男生A可能跟你说 对不起我今天在忙 然后你就才去问男生B说 你今天有没有空 那男生B说 我没事啊 我可以陪你 所以你跟男生B出去 约会了 那我用这个scenario来介绍 什么是choice跟option 男生A是你的choice 男生B是你的option 你的选择是 你想要跟男生A出去 很不幸的 对于男生A来说 你不是他的choice 你可能只是他的option 所以他跟你说没空 也不见得是真的 因为他说你在等着 他的另外一个女生 回应他 这不一定是 反正就是他说不定是真的没空 也可能是假的没空 总之他没有选择 情人节要跟你过 那这个女生的choice 是男生A 那要是choice没有成功的话 他还有这么一个option option就是男生B 所以option的概念 其实是 不是你已经选到的东西 你已经选下去的东西 叫做choice 你还没选下的东西 叫做选项 大家懂意思了吗 所以你可以把option变成choice 但是 但是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好 我相信你讲到这样 大概你已经懂了 所以这就是option跟choice的不同 好 That's it All right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所以总之你可以选择用 British English 而不是American 这样可以了 来 然后下面有一大堆人 留了一些回复 那这回复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第一个回复说 Amazing The embarrassment of your child saying five dollars in public is the worst 所以这是一个人 他回应说 这件事真丢脸啊 The embarrassment of your child 你的孩子怎么了 能不能让你丢脸呢 说five dollars 我想了一想 five dollars有什么问题啊 哦 英国不是用dollars 所以 小朋友竟然在公共场合 讲出了five dollars这个词 就是 就是连你们国家的币质 币质你都搞混了 你应该是five pounds才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讲five dollars 所以父母觉得这样子 很丢脸 好了 我会不会觉得这样 有点过度敏感 我也不知道 要是今天 因为我们中文讲 即便人民币或者台币 我们都讲几块钱 知道了 大概都没问题 不过如果今天 有个朋友跟我说 这个东西三块人民币 I don't know 或许有一点吧 好 下一个也是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 所以他希望YouTube也做这件事情 Wish YouTube do this My daughter asked me for grilled cheese yesterday It's a cheese toastie 另外一个人说 所以他女儿跟他要 要吃个什么东西呢 Grilled cheese 这个东西是一种三明治 我会做 我还蛮喜欢做这个的 就是他你就是 把两片面包 用在煎锅上 然后中间放起司 然后它的起司会融 融了以后就粘在一起 那个就叫做Grilled cheese sandwich 一般不太能够用烤面包机来做 因为烤面包机烤出来 两个吐司已经烤好了 你再放起司在中间 它也粘不起来 所以这个必须用煎锅来做才可以 那似乎英国人叫它 Cheese toastie Fine 所以连名字不一样 用错了 他们都觉得 是不是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子 像我们如果有一个台湾人 在台湾 然后在餐厅里面叫 诶服务员 我知道好像是在中国大陆叫 诶服务员 因为我的舅舅回来台湾曾经 也跟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做过这件事情 我心里就觉得 我们台湾不叫服务员 你只要叫先生小姐就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民情不同 所以外国人也是会介意这件事情 你不要觉得外国人就不会 英国人尤其不屑美国人 然后下面一个人是 他是Aussie 他是那个澳洲人 他说这个东西都要没帮助 Not helpful for us Aussies We've got all British and American cartoons and kids walking around with hybrid accents 所以事实上 我相信有澳洲口音这回事 我也听得出来很多那种澳洲人的口音 的确也不是北美也不是英国 但反正澳洲人就是被各洲人影响 所以他们有British 也有American cartoons 那小朋友走来走去 都说的是混合的accent 所以hybrid这个字 就是混合的 多打一下好了 hybrid 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这一篇大概也就够了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了 英国人是不是真的有不屑美国人 真的有 OK 那如果说今天一个美国人 讲的英国枪 会不会觉得被不屑 多半可能还会被大家觉得 Oh you're so posh OK 感觉你比较高档一点点 很 posh 那好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